CBA复赛阶段的比赛全部战罢 由于大部分外援缺席了CBA复赛 这让本土球员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许多球队使用了全华班出战 也有不少本土球员打出了劲爆的表现 其中吴钱和孙明辉 无疑是复赛后最闪耀的本土后卫 他们的出色发挥给球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在复赛之前 吴已经聊过孙明辉 今天就来聊一聊吴钱 复赛阶段16场比赛 吴钱场均得到20.4分 4.5个篮板 7.2次助攻2.8个抢断 3分命中率35% 本视频所有数据截止到2020年7月28日 吴钱本赛季场均得分 在本土后卫中排名第二 场均助攻排名第三 场均抢断排名第五 场均三分球第二 场均失误第三 在魔球理论盛行之下 三分球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得分手段 在这种体系下 如果后卫三分球不准 那就意味着非常容易被针对 从某种程度说 吴钱能成为CBA本土后卫线上的优质得分手 所仰仗的就是其出色的三分投射能力 复赛阶段身边没有了外援 吴钱的三分威力被进一步放大 复赛后的16场比赛 吴钱三分出手比例高达64% 场均三分出手9.4次 场均命中3.3个三分球 作为一名后卫 吴钱在串联球队的进攻上 显得更加成熟了 作为战术发起者 浙江队的进攻打得有声有色 空切和突破都急剧威胁 吴钱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极高的球伤 他知道如何阅读对方的防守 在球队困难的时候 总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进而帮助球队 复赛阶段没有了外援 吴钱承担起了主控重任 他既是浙江队的头号得分手 也是战术体系发动机 吴钱并不只是定点投手 他具备出色的无球跑动 接球投射能力 以及本土球员稀缺的持球投射技能 他善于利用无球掩护 获得接球投射的机会 他的出手速度和抗干扰能力都很强 就算面对近身防守 吴钱也能强行出手干拔三分 并且保持着不错的命中率 本赛季的助攻数也达到了生涯新高 可以看到他在进攻中的突破分球次数 有了明显的增加 他可以利用自身牵制力 为队友送出舒服的传球 复赛阶段 吴钱的三分出手次数明显增加 就像小外援那样随心所欲 正因为有吴钱这位优质投手 浙江队的进攻空间极佳 有他在外线牵制防守 浙江队其他球员也有了更多空切篮下的机会 从本赛季吴钱的投篮热图来看 吴钱的三分球命中率都在联盟平均命中率之上 尤其是右侧底角最准 这个区域他的命中率达到了47.4% 但是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他在禁区的命中率仅为51% 换句话说 吴钱突破后的终结能力略显不足 比起郭艾伦的65.3% 低了将近15% 作为一名双能位 突破和三分球是两项最基本的进攻手段 吴钱只得其一 顺带一提 目前突破篮下得分和三分球都达到高效的后卫球员 只有赵继伟和胡明轩 吴钱的身体并不算强壮 所以在身体对抗上仍有不足 在防守效率上 仅排在全联盟第99位 虽然在复赛阶段肯定是够用的 但是在过去的夏季联赛上 就被对方重点针对过 好在他的速度较快 防守意识好 抢断能力极佳 本赛季前32场比赛 吴钱场均3.5个篮板 3.6次助攻 1.8个抢断 复赛后的14场比赛 场均5.1个篮板 8.2次助攻 3.2个抢断 那么吴钱是不是还能让自己继续提升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空间 如果不想回家继承亿万家产 做个平平无奇的富二代 还需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努力 第一 提高三分球的稳定性 吴钱的稳定性 也是被球迷诟病的一个方面 本赛季 吴钱的三分球命中率 也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高的一个赛季 36.7% 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说明吴钱在有意识地提高命中率 三分球是吴钱的致命武器 特别是他能够连续命中三分 这个能力非常可怕 如果他能够把这个武器再提升一个层次 那么他将会有更多的机会 被国家队教练组看到 第二 提高助攻失误比 所谓助攻失误比 就是计算一位球员 平均在几次助攻下会出现一次失误 由于从助攻失误比 可以轻易看出球员传球的稳定性 即助攻的成功率 因此助攻失误比 多用于评价后卫控球方面的素质 这个数值是越高越好 吴钱的助攻能力在本土后卫中排名第三 但是他的失误也是挺多的 本赛季 他的助攻失误比是2.11 相比于赵继伟的2.52 赵瑞的2.46 孙悦的2.8 都有不少的差距 吴钱只有在这两项统计上进一步优化 才能够让自己有质的提升 第三 进一步提高身体对抗 虽然吴钱在CBA的身体素质并不吃亏 甚至感觉还够用 但是到了亚洲赛场 乃至世界赛场 就会明显感觉有差距了 李南在世界杯之所以没有带上吴钱 身体对抗上有所欠缺 也是原因之一 举个例子 之前世遇赛主场打新西兰的时候 吴钱运球在和对方后卫身体接触后 明显吃亏 对手纹丝不动 自己却被撞飞 中国队最缺的就是能投篮的后卫 很显然 吴钱就是一名投篮能力出众 又有一定传控能力的双能位 吴钱擅长打硬仗 关键时刻不手软 拥有一颗大心脏 这和前国手王世鹏有些相似 而且本赛季在防守端也有了一定的提升 可以预计的是 未来的国家队正式名单 必将有他的一席之地